您看刚才打电话的过程当中 对方反应啊 有最真实了 也有那种很温情的 这马上就想到了我们新浩林 对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环境 就是把电话打给对方 我们开一个善意的玩笑 陈希 比如说要第一个让你打电话 你觉得能打给谁 我刚才提的时候 我就想到就是 我不知道好多年轻的朋友 认识不认识他 就是一个快男 叫刘欣是咱们聊天 刘欣啊 对对 刘欣啊 你先等一会儿咱们说什么 跟刘欣撒什么谎 没有 我就说呀 因为他母亲是在北京开了一个餐馆 对 你这样 我就说呀 你跟他说 你听我说 刘欣啊 我哥最近要退出演艺圈了 准备进军餐饮业 要开一个陕西面馆 然后想请你做代言人 然后呢你能不能就是出席我那发布会 到时候呢你得扮演成兵马俑的模样 脸上涂着灰 这都是关键词 脸上涂着灰 参加我们这个发布会 然后并且唱一首歌 尤其是你翻唱的一首 翻唱什么歌 雨过之后 什么 雨过之后 然后翻唱一首雨过之后 那我那我蒙它 好吧 好 来吧 好